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.5亿台币 他批评了他虽然的优优优独 帝卡尼比奈阿尔 估计虽然的优优独 他批评了他的优优独 为他们的家庭、生命和未来 以假乱真的他还在IG上 秀出杀国国王萨尔曼的照片 说是一家人 更有名表现金当生日礼物 甚至买来未造的黑卡外交车牌 凸显自己地位不凡 不过当了三十年骗子 基格纳克终于在2017年踢到铁板 一口猪肉让老板起疑 对方起了私家侦探调查基格纳克 才发现这位阿拉伯王子的真实身份 根本就是一位79岁的卖家省长 基格纳克随后被控诈骗等18项罪名 30年的谎言帝国也就此崩盘 在新闻赖英宏报道